而高龄的长者自身外出的安全要格外注意了 光复乡就一位74岁的老翁在小卓之后围醺 那么走路返家时不慎是衰落到路旁低洼的草丛中 无法起身 那么光复警消是货报到场之后 合力将老翁拉台上岸后立即松衣 所幸是并无大碍 小卓围醺的74岁老翁就卡在提防大排沟的草丛堆中 无力起身 发现的民众只好请警方来帮忙救援 获报后第一时间内赶底现场的光复分住所执行远警继承中 没宣词 除了同时联系消防队协助救护 看见老翁正巧就卡在方讯道路旁的大排沟 高地落差大 再加上深陷草丛堆里 两名远警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老翁拉台上来 随后立即松衣 说幸老翁送医后并无大碍 只是好端端的走路回家 怎么会跌落防循道路大排沟的草丛堆里 警方出不调查 这一名老翁在几杯黄汤下渡后 在返家途中 疑似在路边小姐可能不生酒粒 而失足摔落堤防旁的草丛堆中 所幸远警发现的草即可救援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